3月29日韩素希发文回应与柳军烈的关系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韩素希强调自己和柳军烈是在2023年11月的摄影展上认识的 而家里的北极熊玩偶则是在2021年购买的 他回应了柳军烈关于外貌的质疑表示外貌并非决定一切 此外韩素希再次强调柳军烈和李慧莉的分手报道只是在11月发布 不存在无份衔接 他还提到自己在机场戴的戒指只是友情戒指 礼貌的对现场记者朋友们微笑也遭到攻击 然而韩素希的质疑源头是柳军烈却将问题推给了李慧莉 引霸网友不可思议 毕竟李慧莉已经道歉 真正的时间线追问应该是问男友柳军烈 有网友质疑韩素希因无法承受恋情对事业的冲击而出现这一迷惑行为 韩素希的经纪公司表示歉意 与此同时与韩素希解约的品牌商揭秘了不再合作的详情 认为韩素希首次公开恋爱后的行为暴露了其不稳定的特质 触及到了品牌底线 只能短期合约 维子你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